第四百一十六集 想困住我叶晨还没那么容易 今天我只不过去看看地牢而已 一有情况我便会离开 不等薛丰华反应 叶晨便是向着血蒙快速略去 很快 叶晨便出现在了血蒙大门处 如薛丰华所说 大门守护极其的森严 并且不断有血蒙强者涌入其中 更为可笑的是 这群人口中谈论的 几乎是那三个字 也是天 叶晨知道自己会在昆仑须出名 却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 而且从这些人的语气中来看 完全是恐惧 甚至有人还把自己 传成了反须境强者 更是天神下凡 还真是三人成虎啊 所有人都以为我隐藏了境界 却不知道当初我的真实境界 就是神游境啊 叶晨绕过人多的地方 找到一处人际罕至之地 没有人助手 但是此地的阵法 却束缚着一切 想要踏入极其困难 飞鸟靠近 也是当场化为血雾 可见这阵法的可怕 叶晨伸出手 真气包裹手臂 轻轻触碰 便是感觉到一股微压席卷而来 不过他没有松手 反而闭上眼眸感受着阵眼 一天的时间 不灭之主除了教会他炼制上古丹药 也教会了他一些破阵的手段 虽然不算主流 但是应付眼前的问题不是太难 只不过耗费的真气有些多而已 突然夜晨睁开眼 一道寒光射出 随后他手指快速掐绝 一滴精血从手指逼出 直接射在阵法之上 同时夜晨手心出现了一道道金色的符纹 符纹不断环绕 充斥着狂暴之气 更是附在阵法之上 夜晨一直点出 至上而下轻轻一滑 阵法之上居然裂开了一道口子 无尽灵气疯狂的涌出 夜晨眼眸一喜不再犹豫 瞬间钻入其中 阵法和尚 一切恢复沉寂 但是夜晨刚来到里面 却没有想到 一柄长剑居然穿透而来 带着冰冷的沙翼 什么人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修炼室内 被发现了 夜晨看着那狂暴而来的长剑 不再犹豫 伸出一只手 两指直接夹住了长剑 他发现动手的是一个黑袍男人 实力大概在超反径初期 他还发现自己破开阵法的地方 居然是别人修炼的地方 也难怪会被人察觉 那长剑停在半空之中 无法更进一步 唉 我本来想随随便便走一走 可惜你发现了我 我必须灭口 兄弟 对不住了 不过 你是血蒙之人 早死晚死都一样 不如就现在送你上路吧 夜晨淡漠的声音响起 那血蒙之人冷哼一声 论境界我比你还高一些 你哪来的自信 斩 那血蒙之人想要将剑 从夜晨的手里抽出 却发现 他哪怕凝聚再强的力量 也是石沉大海 松手 哦 夜晨松开了手 那血蒙之人心中一喜 刚想动剑 却发现自己手中的剑 化为了一堆粉末 消散在天地间 这 他的表情瞬间猙獰 此剑是血蒙的域外陨石打造 一般的力量根本无法破开 而现在却是被对方两指化为粉末 这到底是什么力量 在你死之前 我教你一件吧 夜晨扫了一眼周围 五指一握 桌上花瓶插着的一枝花 直接落入手中 枝叶挥出 爆发出龙吟之声 随着那龙吟之声传来 剑身震荡 一层层如同实质的波纹 扩散而出 夜晨周身的杀戮之气 也是扩散而出 那血蒙之人眼眸瞪大 这手段 对方又是蒙着面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夜市天 血蒙找遍昆仑须 也找不到的家伙 竟然出现在了血蒙 他刚想说话 只听一阵轰鸣声炸开 神波荡漾 仿佛化为实质 鲜花飘散 撞击在自己的胸口之上 这力量 你真的是夜市 看着满脸骇然的男人 夜晨寒光闪烁 这个秘密 你永远保留吧 雨落 箭意炸开 爆 血蒙之人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力量仿佛化为神龙 朝着自己吞噬而来 这是什么招式 剑波恐怖 剑气实质 关键对方没有用剑呢 手里只不过是一只花而已 夜市天也太过恐怖了 血蒙之人彻底被吞噬 化为一道血雾 夜晨做完这一切 挑选了一件对方的黑袍 直接披在身上 随后更是打开房门 向着血蒙地牢而去 不多时 他便来到了血蒙地牢附近 还未靠近 便是看到了血蒙众多长老 围着一名中年男子 恭恭敬敬地在说着什么 夜晨眉头微皱 他能感觉到那个中年男子 不是血蒙的人 修炼气息完全不一 不知为何 他身体的血液 隐隐有着沸腾之意 怎么会这样 就在夜晨疑惑之时 突然他的眸子射向一个方向 只见那中年男子腰间挂着一块玉佩 这玉佩和他身上的那块夜家玉佩 一模一样 此人难道是昆仑须夜家的人 玉佩的右下角还刻着三个字 夜红斌 就在夜晨注视之时 那中年男子也是察觉到了什么 突然转过头 目光向着夜晨的方向射去 但是此刻 那地方却是空空如也 夜晨已经消失 夜宪辈 您这是 一位血蒙长老开口道 语气中尽是小心翼翼 这段时间 他们从夜天正身上 讨不出任何答案 无可奈何 剑血尘已经震怒了 要求他们一个星期内 必须挖出夜天正身上的所有秘密 否则 他们就提头去见剑血尘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请来了夜红斌 夜红斌身上有着昆仑须夜家血脉 只不过他并不被昆仑须夜家承认 更是在二十年前被强行赶了出来 不过与他身上的天赋 还是成为了昆仑须一个宗门的长老 身份尊贵 对血蒙的长老来说 此人是破开夜天正秘密的关键 夜红斌诧异的摇摇头 刚才好像有些看花了 对了 你说到哪里了 那长老笑了笑 看来夜前辈最近没休息好 我们血蒙为夜前辈准备好了房间 当然还有几位血蒙的绝色美女 一定能让夜前辈睡得充足 夜红斌摇摇头 说正事吧 那长老笑容僵硬也不废话 认真的 盟主让我问您一件事 昆仑须夜家可有人流入华夏过 还有夜晨 夜天正这两个名字 是否在昆仑须夜家的族谱之上 夜红斌深思数秒道 当初我的身份在昆仑须夜家不高 况且我现在和夜家没有太多瓜葛 至于夜家是否有人流入华夏 我当年在夜家的时候 似乎没听过有这么一说 不过 夜前辈 不过什么 夜红斌皱着眉头道 好像十几年 昆仑须夜家派人去过一趟华夏 拿回了几样东西 放于夜家祠堂 那长老轻疑一声 他倒是想起一件事 那夜晨的爷爷仿佛就是死在华夏的 昆仑须既然把东西放在夜家祠堂 那便证明了华夏一定有问题 莫非夜家真的和昆仑须有关 如果正是如此 那夜天正身上的秘密足够价值连城 不再多想 那位血蒙长老看向夜红斌道 夜前辈 请跟我来 我这就带你去见那夜天正 这次我们不愿万里请你来 就是想要你套出那夜天正身上的秘密 此人体内有着一道力量保护 我们根本无法破开 我们怀疑是夜家血脉的原因 根据调查 好像只有同样是夜家血脉的人才能解决 夜红斌点点头赞同道 没错 每一位夜家血脉者 体内的确存在着一道守护力量 这力量根据天赋和血脉的强度而不同 世间除了我 没人可以帮你们 毕竟昆仑夜家可很少出来 走 带路吧 那长老心中一喜 连忙取出一块特殊的玉佩 地牢大门彻底打开 一股阴邪之气扑面而来 夜红斌皱了皱眉头 双手附在身后 直接踏入其中 等夜红斌消失之后 夜红却是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他的眼神带着冰冷的寒意 看来这么久了 血蒙的人还是没有从父亲身上有任何进展 但是从两人的对话来看 接下去的事情很关键 有可能关乎父亲的安危 他等不到明天了 必须今日就把父亲救出来 否则持则生变 虽然没有清玄丰老祖的帮助 但是他手中还有一些底牌 应该足够应付眼前之事 不再犹豫 夜纯向着血蒙地牢而去 还为靠近五米之地 几道怒吓响起 盟主有令 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地牢 一身黑袍的夜纯没有说话 而是手指掐绝 本命灵符直接寄出 地面溢出一道道的雷电 顷刻间一道遮蔽阵法形成 这阵法可以隔绝外界的一切战斗气息 但也不是长久之计 这些人陨落 生命预排碎裂 血蒙必然第一时间察觉 到时候 自然会带着无数强者震守此地 稍有不慎便是瓮中捉鳖 所以他必须速战速决